台湾水產雖然品質優良 但苦於缺乏良好的行銷及品牌經營 讓外銷市場跟著受限 台灣的漁產外銷 其實我們在以臨近國家來比較 以比較先進的國家像日本 它的包裝的精緻度跟所謂的品質上面 我們看到其實很像質感在消費者 它會優先選擇 高科大近日就與高雄的七大漁會 以及岡山漁市場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期待藉由產學合作的方式 幫助高雄的在地水產提升附加價值 讓台灣水產邁向國際 養殖履歷到生產履歷到所謂的 整個系統的包裝 可以提升漁獲的一些獲利價值 那我覺得這一塊就很容易 帶著我們的第一線或第二線的漁民 或者漁會去打世界盃 所以這也是我們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它將來會提高它的附加價值 跟所謂的它現在就不會受限於某個國家 對於台灣做所謂的一些動作 然後造成我們很多的滯銷 目前在地水產在包裝設計 以及無貨加工產品的多元性方面 仍有許多期待改善的部分 學校也將藉由相關科系的力量 來幫助在地水產提升品質和競爭力 那如何能透過冷鏈的技術 或者是水產的技術 能讓魚維持它 第一個維持它的限度 它維持它的保存期限 第二個如何去製作 所謂的多元化的一個產品 這一塊裡面我們可以去扣合到這一塊 可以透過學校老師以往的 已有的經驗去做加值 或者是延長所謂的產品壽命 這個是我覺得學校可以幫忙的地方 高雄的魚產量佔全國的55% 重要性不言而喻 高科大透過產學合作 提升在地漁業的產銷環境和技術 讓高雄漁業再升級 記者邱玉婷 蘇宇文 高雄報道